酸雨来袭 妻子给我妈打电话让她囤货 我妈费尽心力凑其他要的东西 却被她拒之门外 她怒骂我妈废物 没买到她白月光喜欢的草莓未避孕套 一墙之隔 我妈被酸雨腐蚀 她和白月光翻云覆雨 直到咽气 她手里还紧攥着那袋物资 我悲痛欲绝 打电话质问妻子 不曾想是她白月光回的话 多亏了你妈办事不利索 不然如烟也不会同意给我生孩子 妻子紧接着补充 你要是能活着回来 咱们就离婚 不能的话 那更好借连酸性暴雨 城里死伤无数 我作为秘密研究人员 身居基地多天 直到今日天气好转 组织要求我们上街整理尸体 调查采样 不曾想 我竟然在尸山中看到了我妈 我脑袋嗡的一声 手脚瞬间不听使唤 早在一个多月前 上头已经秘密发布消息 极端天气作祟 近期多加小心 我在三提醒妈妈和妻子 不要乱走 将家里改造的犹如室外桃源 更是准备了足够两个多月生活的物资 如今 她又怎么会惨死在街头 我几乎不敢相信 那是一项爱干净的妈妈 地上躺着的人 衣服破破烂烂 身上到处是被烧灼的洞 最严重的是眼睛 仅剩下一个空壳子 手臂已经漏了白骨 肉挂在上边摇摇欲坠 就算是这样 她仍然牢牢握着一个袋子 一个刻着情趣用品店名字的袋子 里面赫然躺着两大盒避孕套 我咬牙给了自己一巴掌 努力保持清醒 视线中落在她随身携带的怀表上 那里边有个针孔摄像头 有录音的功能 是我两年前担心我妈突发事故改装的 没想到意外来得如此突然 我鼻子一酸 忍着心计倒在电脑上 不曾想妻子柳如烟的脸 一下子占据整个屏幕 她直接把我妈从台阶上推下去 我不是让你买草莓味的吗 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 她瞪着我妈 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审视 我妈类的连腰都直不起来 还是直不住道歉 对不起如烟 我不识字 我跑了挺多家店 他们说是草莓的 我就拿了 你看你就教给我办这么点重要的事 我都没有办好 我就在这时候 天上突然落了惊雷 柳如烟的白月光 梁晨竟然从屋里窜出来 她尖叫了一声 瞬间被柳如烟搂在怀里 柳如烟两只手捂着肥壮的男人 细声细语 宝宝别怕 宝宝别怕 我在这儿呢 乖宝 我亲亲你就不害怕了好不好 我们晨晨宝贝多勇敢 我掩然气得浑身发抖 我离家半月有余 柳如烟一通电话没给我打过 甚至连个关心都没说 在我寿命出走的前一刻 她一改之前蛮横 主动提出我妈岁数大 独居不方便 更是特意把她接过来照顾 没想到竟是让我妈冒着生命危险 给她和白月光跑腿 梁晨似乎才注意到我妈 她眼珠转了几下 洋装委屈地开口 阿姨一定是是江云叫过来 来赶我走的罢如烟 那我还是走吧 我家里还有几袋发霉的方便面 虽然水也不能喝 房子也淹了 但你安全就行 她越说越带着哭腔 要是我没撑过这个雨天 你一定要记得我啊 我 我只有你了如烟 柳如烟听的这话 脸色一寒 冷哼了一声 她敢 只要我在 没人能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外面开始飘下雨滴 最开始是透明的 直至地上积攒了一滩绿水 柳如烟挡在家门口 一手将梁晨推到屋里 一手拦着我妈 晨晨害怕你 你就别回家了 外面太危险了 如烟 你让我进去啊 我求求你了 如烟 外面危险啊 你让妈妈进屋 我妈声泪俱下地恳求着她 恨不得跪在她脚下 柳如烟却恍若未闻 她毫不留情地关上大门 留下一句话 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跟江云那个死废物一样 真是有什么妈 有什么儿子 恶心 助手敲了两下门 瞬间把我拽回现实 江老师 这个月的工钱 也都打到您妻子卡上了 老师 您 您这样下去身体也不行 天天吃馒头 咸菜省钱 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摇摇头 强忍着泪水继续看下去 一墙之隔 门外是我妈 疼得变了吊的叫声 如烟 我错了 让我进屋吧 啊 痛啊 梁晨也顺势站在屋里 透过窗户虚情假意道 我看还是把她接回来吧 酸鱼好像真的会害死人呢 如烟 我是真的不想因为我影响 你们正常的夫妻关系啊 还是我走吧 柳如烟想也不想 阴狠地开口 既然知道错了 那就更该受到惩罚梁晨 你对我有恩 他们娘俩怎么配合你相比 往常姜云就小肚鸡肠 天天装可怜 原来是她这个老不死的妈教的 反正她买的避孕套你不喜欢 那正好 我给你怀个孩子 绝对不能让你们梁家断后 面对我妈濒死的叫喊 和逐渐平息的敲门声 柳如烟冲耳不闻 只顾着安慰良辰 末世里死人不是太正常了 姜云可是一早就知道这些 保不齐还给她妈留了什么法宝呢 你知道她一贯自私自利 天塌下来还有我顶着 晨晨 你就安心住在这 我永远是你的港湾 视频戛然而止 我妈在无尽的忏悔和惊恐 中断了最后一丝气 她到死 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自己错了 泪水夺筐而出 我再也忍不住地 嘶声大叫了起来 我妈 她和错之友啊 等整理好我妈的后事时 我马不停蹄地向组织申请调离 外边雨又开始稀稀利利地下起来 从最开始的烫伤已经变成了毒水 博士最新研究发现 皮肤上只要沾了超过一百毫升 足以丧命 面对我突然请辞 基地高管不愿放人 姜老师 现在正是缺人才的时候 大家每天在家里连大门都不敢迈出去 宁 小姜 外头世道不好 你贸然回家也会有危险啊 你是基地里最核心的研究人员啊 连酸雨都是您最先发现 要不是您外边早就是地狱了 现在您去 我自嘲一笑 想来这些年 我将一腔热血洒在科研上 我知道柳如烟照顾家里不容易 发的工资我一分不要全部交给她 她嫌弃工作勾心斗角 那我就养着她 养着她父母 她说生孩子有风险 我直接去医院结扎 请到深处我也仅仅是亲她的唇角 就是这样 她依旧不满意 柳如烟对我说的最多一句话 就是窝囊费 因为我隐姓埋名 默默无闻地做事 让她没办法和自己的老同学比较 在她心里 良辰这种二手车店主比我有面子得多 末世来临的前半个月 正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我苦等了她一晚上 天将将亮的时候 她才回来 没有愧疚 没有抱歉 她怪我耽误了良辰家宠物归过生日 江云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敢对我发脾气 我告诉你 你连良辰一根脚趾都比不上 怎么 你不服气 那就离婚啊 那天 柳如烟眼里的恨意和轻蔑不加掩饰 我落荒而逃 我以为十年如一日 对她的爱终究可以抗衡良辰一次救她之恩 原来 都是我自以为是 是我太过蠢笨 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懦弱 才让我妈遭受这种无妄之灾 我们早就该彻底结束了 回过神 我迅速安排好任务 紧接着穿着特制的雨衣 抱着我妈的骨灰盒回了家 房子是我家留下来的祖宅 后边山头埋着的都是我的家人 我绝不允许这对狗男女在我家里苟且 尽管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在靠近家的那一刻 我的心还是揪在一起 痛得厉害 柳如烟的声音越来越高昂 在一片死寂里额外明显 清点 清点 乖宝 好沉沉 舒服 啊 我怒火中烧 将大门敞开 冷风和雨滴一下子溅到室内 墙角 书桌 窗帘 我所见之处皆是一片狼藉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在研究基地吗 柳如烟的瞳孔末地震了震 谁允许你回来的 你不知道提前说吗 吓到沉沉怎么办 她立刻起身 将衣服和被子一股脑地盖在梁辰身上 对不起 对不起云哥 我不知道你今天回家 梁辰惨白着脸 浑身直打颤 似乎怕击了我 如烟 如烟我好难受 我喘不上来气了 梁辰的消喘病永远发作的及时 不是在我的生日 就是在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偏偏柳如烟对她心怀愧疚 默许她一次又一次的演习 柳如烟闪着泪光 慢慢拍打着咳嗽不停的梁辰 半赏看向我缓缓抱 妈呢 她人呢 我看着手里小小的骨灰盒子 扯出一抹讥笑 可还没等我开口 她就继续说 让妈去给梁辰买药 似乎是我太过震惊 在这种出去 就是九死一生的末世 她指使我妈竟毫不留情 柳如烟连忙补充道 之前的几次都是她出门 她有经验 她不去沉沉怎么办 这就是我找的好妻子啊 我妈的命抵不过她白月光 轻轻一句话 这些年 我妈时常觉得 找个好儿媳妇不容易 她说自己没文化 说自己是个农民 面对柳如烟 更是恨不得将一颗心 掏出来对她好 亏她到死还在觉得 没帮柳如烟办好事而愧疚 江云 我说话你听不见吗 赶紧让妈去买药 柳如烟已然动了气 她举着手 凌厉的一巴掌 带着疾风挥到我脸上 可惜被我反手握住 柳如烟不可知性地瞪大眼睛 结婚多年 这还是我第一次侮逆她 我再也忍不了 死盯着她因为动气 而猙獰的面孔 妈死了 被你害死了 柳如烟嗤笑了一声 江云 你现在为了争风吃醋 真是什么话都能说出来 良辰也穿好了衣服 身上无一点病态的样子 她站在柳如烟身后 不懈地看着我 云哥 你做戏也要做全套吧 你说你妈死了 你证据呢 她视线下疑 盯着我怀里的骨灰盒 扯了扯嘴角 你该不会说 这个破塑料盒子 装着你妈的骨灰吧 江云 你看小说看多了 随便拿个盒子 就想骗我们 看柳如烟一如既往地护着她 江云毫不犹豫地伸手去扯 可我的注意力 全在柳如烟的手腕上 她还带着我家祖传的玉镯 我妈给她那时有多么开心 现在就有多么讽刺 砰 骨灰盒一下坠到地上 灰白色的骨灰 我只觉脑中嗡的一声 紧接着似乎什么也听不见了 所有的理智都灰飞烟灭 江云往前走了两步 一脚踩上去 她的脚底还沾着粘腻的透明液体 落在我妈的骨灰上 阴湿了一片 柳如烟大笑了两声 忍不住嘟囔道 这种天火葬场 还能专门替你开呢 江云 你撒谎之前 能不能动动脑袋 我看啊 就是面粉 加点颜料的是心里多年压抑的痛恨与委屈 终在此时喷涌而出 我一拳打在梁辰肚子上 不等她反应 我冲上去 一拳比一拳用力 江云 柳如烟尖叫了一声 眼看拉不开我们 她举着花瓶狠狠砸在我脑袋上 你疯了 跟梁辰道歉 梁辰无所谓的擦了一把嘴角一出的鲜血 冲着我的脸涂了口唾沫 江云 不是说这是骨灰吗 她冷哼了两声 抓起桌上的水壶 哗啦 我瞬间慌了 再多的愤怒 在这一刻也变成了恐惧 柯柳如烟下手太重 我像死狗一般晃着脑袋 整个人趴在地上使不出一点力气 不要 不要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掐住 是吸的疼痛让我无法继续出声 所以我眼睁睁地看着梁辰 用手指碾着紧盛的骨灰咯咯大笑 渐渐的 我的眼皮像是被石头压住 沉重的无法抬起 晕爵的前一秒我听到梁辰说 这么多面粉给云哥做点馒头补一补吧 晨晨这么善良 等他醒了 我一定让他对你磕头道歉 怎么不成团啊 如烟 这不会真是云哥妈妈的骨灰吧 我听说骨灰浴水会被溶解 怎么都化了 你先出去躲躲 我怕他发疯伤到你 听话 如烟 我舍不得你 乖 我爱你 我醒来的时候 身上的衣服已经换了一套 我咬紧牙关 不顾身上的疼痛爬到地上 将紧剩的那点扫都扫不起来的骨灰捡起来 太少了 真的太少了 我的妈妈是真的不在了 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恨 像这样想要不顾一切的杀人 铺天盖地的仇恨将我整个人席卷 大滴大滴滚烫的眼泪落下来砸在我的手臂上 我想抑制住哭声 只得用牙齿毫不容情地狠咬下去 鲜血一出 顺着我的手腕蜿蜒流下 不如我心里背痛的万分之一 我再也忍不住地嘶声大叫了起来 江云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靠近我 手里拿着纱布 你怎么不告诉我 这真是骨灰 似乎是想起来了我垂子般的恳求 他不再讲话 只是红着眼眶 我帮你包扎一下 滚 滚开 我的头痛的仿佛要裂开 他时刻提醒着我 如果不是柳如烟一手砸下来 我妈的骨灰也不至于被如此糟蹋 对不起 江云 我不知道妈真死了 我以为你能背着我给她 我瑕疵欲劣地盯着涅如的柳如烟 我背着你 我怎么背着你 我天天待在基地里连出来都没机会 家里所有的事都安排好了 我甚至没让你照顾我妈 就单是活着 我妈活着爱到你什么事了 柳如烟 我妈死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对你道歉 你就在屋里 你听见了吧 柳如烟摇摇摇头 脸上满是慌张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对 我冷笑了一声 接着环顾四周 你怎么会知道呢 你忙着和梁辰要个孩子呢 你他妈对得起我妈妈 柳如烟 我妈伺候你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呢 你怎么做的 梁辰呢 接连的质问让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柳如烟被吓了一跳 说话有些支支吾吾 家里静悄悄的 除了我们似乎再没有其他人 我猛地意识到 柳如烟这是把梁辰藏起来了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梁辰 人呢 他闭上眼睛 泪不受控制 自眼角滑落 他觉得对不起你 先走了 我又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身上的衣服为何换了一身 这么多年了 哪怕我为了应酬凌晨两点到家 也不会有人替我换件衣服 就算我生病发烧到快四十度 柳如烟第一反应都是不能传染给他 唯一一次献殷勤 竟然是把这样珍贵的衣服 给他的白月光 梁辰在他心里是无价的 别说是我妈 就算我们全家人都死了 他第一反应也是他的好救命恩人 一个可笑的救命之恩 江云 你情绪太不稳定了 我怕你伤到他 你知道的 他救过我 我不能允许你 柳如烟目光悲怯 无端止住了声音 回想起之前我们许下的海誓山盟 我还是鼻尖一酸 我和柳如烟也曾是令人羡慕的青梅竹马 那时候他成绩比我好得多 家里条件也比我好 更别提他长得漂亮 琴棋书画也有所精通 印象最深的是高考初分 他比我高了一百多 得知我无法和他一个大学 他毅然决然陪我复读一年 我们明明把彼此的未来都绑在一起了 可结果还是不如意 大学毕业 我顺势向他求婚 那时候我已经被研究队照走 我太惶恐了 我害怕时间真的会抹灭所有爱意 我害怕竹马迪不过天降 婚礼上柳如烟笑得像只撒娇的猫儿 眼睛亮得像星星 他紧紧攥着我的手 和我五指相扣 他向所有人宣告我们忠贞不渝的爱情 我柳如烟 愿意嫁给江云 成为他的合法妻子 无论是有福还是更有福 富裕还是更富裕 健康还是更健康 在我有生之年 我都会爱你 忠于你 珍惜你 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每当我们闹矛盾的时候 这句话便支撑着我度过所有的阴霾 为了我 他甚至忤逆父母 三四年赌气不回家 还需要我里外调和 和他结婚后 我更加珍惜他 大概是我这个天天摇尾巴 等他垂帘的狗让他兴致全无 他开始频繁地参加各种同学聚会 从最开始的唱歌到凌晨变成夜不归宿 我和他沟通过多次 他也变得越来越厌恶我 直到一天晚上 他喝的酒被下了药 那时候他告诉我他在他爸妈家里 我不加怀疑 带着一箱子礼品驱车前往 换他回心转意 梁轩就这样出现在他面前 把他从贪婪的男人堆里抱走 也换来一顿毒打 那天我被柳如烟爸妈赶出家门 他们看不起我 嫌我是村里出来的没出息的东西 我在他家门外坐了一夜 吹了一夜冷风 也就是这一夜 梁轩为爱献身 替柳如烟解了迷药 俘获柳如烟的芳心 等我知道的时候 木已成舟 尽管心里气得要死 我依旧要顺着柳如烟的心 对梁轩道谢 我要谢他和我的妻子上床 我要谢他以身入居 那之后 柳如烟就总是紧张兮兮 哪怕是在床室上 他也会突然大叫 紧接着骂我恶心 骂我是强奸犯 等我离开他 他又要给梁轩打电话 一夜情的梁轩是他的救世主 而我 他的丈夫被划分为下药的坏人 可我蠢啊 就算这样 我依旧心疼他 我妈知道后 也三番五次地骂我 没有过多关心柳如烟的感受 我们都拼命把错懒在自己身上 只为了让柳如烟 尽快走出这段阴影 可我没等到他清醒 我妈的死 已经为我自以为是的脑残行为 付出了代价 离婚吧 柳如烟 我缓缓转头看他 眼里蕴色渐浓 你不总说想和梁轩在一起 那我成全你 酸雨已经达到不可控的状态 严重的甚至会威胁楼房 组织知道我在家里 派了一拨又一拨人来接我 他们看我在家里守着一棵老树 都震惊万分 也不免议论 哎哟 江妈妈死得惨啊 酸雨直接穿透脑袋了 这家里物资这么多 根本不需要上街 好端端的人怎么救 哎 那是柳太太吧 我听之前回来的人说 就是她害的江老师妈妈 哎 这种时候我也不怕家丑外扬了 就等着酸雨结束赶紧让她滚 她在家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让我感到窒息 我可以和你们回去 但前提是你们得帮我做件事 我想了想 将之前酒吧里发生的事 一五一时说了 梁轩出现得太巧 巧到不得不让我怀疑 之前因为被爱蒙蔽了双眼 如今想来 不得不让人深思 柳如烟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看我没理她 忍不住追出来 江云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就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盯着她伪装出深情的样子 你放心 我一定会紧时间回来 不会让你和梁轩分开太久 哦对 衣服还有吗 给她一件 她忙着求偶柳如烟 再也掩不住脸上的尴尬 她猛地尖了嗓子 江云 你也别太过分了 这些天我三餐不落地 给你做算是知道错了 我再说一遍 梁轩救了我一命 所以我替她生个孩子 也是应该的 我们之间 绝不是你说的那种感情 我们都是重情义的人 还不等我开口 我身边一个小年轻 已经坐不住了 大姐 什么恩什么德 值得你一个已婚人 是去生孩子 报答人那么多种方式 你报答到床上去了 被说中了心事 柳如烟一张脸惨白里 透着激怒的红 怒火越生越旺 江云 我跟你这么久冷静时间 你也该想清楚了吧 你要是执意离婚 那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只希望你别后悔 她冷哼了一声 自觉挂不住面子 又回了屋 天天做你这个破工作 一点用都没有 你一年能挣几个钱啊 还保密 我呸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 看上你 江云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嫁给你 其实这话 柳如烟对我说过很多次了 最欺负的人的时候 她当着梁轩的面损 我是个窝囊废 给不了她一只千金的生活 不能带她享受人生 梁轩也做得一副 懂事的样子 却在背地里嘲讽 我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狗 男人最懂如何伤害男人 我不愿意搞雄精那一套 也不愿天天把时间 用在斗小三小四身上 也是因为相信柳如烟 我明里暗里跟她说过多次 希望她主动调和 划清关系 就当是救命之恩 梁轩哮喘柳如烟从不缺席 严重的时候连我也要随时 候着 就等她一声令下 把她送到医院 整整五年 整整五年都是这么过的 我们像是封建时代的 太监宫女一样 将梁轩这个皇帝 伺候得无微不至 我不明白 还有什么欠她的 姐 你那么有志气 还住在我们江老师家里 做什么 你赶紧找你爸妈啊 赶紧找你那外月啊 柳如烟往日如 朱玉灵动的校园 在一瞬间光滑散尽 她生怕我将她赶出家门 连滚带她的进了屋 关上门 一句话都不敢说 江老师 为什么不告诉她 你在我们基地 是多么重要 就是啊 能做到您这地位 您是年轻人里面 升职最快的了 我不过是听着都气得不行 我恨不得杀了她 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 杀了他们 妈妈的死 我一刻都不敢忘 我要他们付出代价 我要他们挫骨扬灰 想到这 我手指不禁颤抖 紧紧握成了拳 大概是20日左右 酸鱼有了健庭的趋势 根据组织的最新研究 已经制作出最便捷的衣服 供市民正常出行 为了限制人流 缓解压力 第一批衣服给的 大多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重建家园 需要每个人出一份力 这其中 也不免有人 从小到消息打听出来 争先恐后的 想从他们身上买衣服 大家都太久 没有接触到室外 衣服供不应求 各个岗位都加班加点制作着 看到这番场景 我终于露出这些天 第一个真心实意的笑 接着 我回了实验室 其实 柳如烟有句话说得很对 末世里死一个人算什么 谁又会发现 我作为组织里 最核心的领导 自然是需要为 制作安全的衣服 创造条件 衣服需要人穿 一切都要保证万无一时最好 江云 你敢这么对我 就不怕柳如烟之道吗 我看基地的人真是疯了 他们既然听你一个窝闹废的话 你会遭报应得我呸 我不紧不慢地捏起一张纸 擦干他因为过度疼痛 而不满汗水的脸 有力气的话 不如省省 实验还没有结束呢 江云 我看着台子上处理过的酸水 用导管吸上来 看了半天 我决定将选择权交给他 看他想舍了自己哪块部分 死亡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等待死亡的过程 梁轩 多亏了你 衣服制得才能那么顺利 他痛得四肢进挛 软倒在地 狼狈地趴在拘束椅上 大口大口地喘气 你为什么不给我个痛快 你这个小人 你就该和你妈一起死了 你们都活该 梁轩两眼红肿 那苍白的唇也格外干涩 其实看他痛得呼吸都困难 只会涂加我的感伤 这些日子我一闭眼 脑子里就是我妈的哀求 我妈的恐惧 她得多痛啊 被她一直当作女儿的人害死 我不敢睡觉 只要我停下来 那句我错了 就如恶鬼地狱一样 在我耳边环绕 你杀了我又如何 我才是赢家 你妈死了 你老不爱的是我 怎么不说话 江云 你不是很得意吗 梁轩还在做无谓的挣扎 她每一句都恨不得化作刀子 弯着我心里最柔软的一块肉 可从我妈死那天开始 我已经心死如晦 自从我活下来的 也不过是报仇二字 我侧眸看他 眼底泛出细微波澜 梁轩 如果我调查没有出问题的话 你爸爸还有一个私生子吧 让我猜猜 末世的时候 你为什么出现在我家 是因为你被赶出来了吗 她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 梁轩盯着我 瞳孔放大 露出惊恐的光 两桶泡面 就两桶泡面 他们把你抵给楼下的疯女人 你害不害怕 当时 杀人的感觉好吗 你捅了她十七刀 才跑出来 就算这样 你连报复你家人的勇气都没有 我拍了拍她的脸 示意她安心 不过你别担心 柳如烟马上就来陪你了 你看 外面天这样好 末世应该马上就结束了 你说那个时候 有没有人给你收拾 柳如烟要是知道 你们的出狱 是你的算计 我想 她也会和你妈一样 把你抛起把 我看着她痛苦的样子 勾起了唇角 情绪崩塌的声音 在清楚不过的 传进我的耳中 梁轩断断续续的抽气声 在这空旷的房间 显得分外难过 陪伴她的 也不过是 提纯酸雨遗气 发出的滴答声 江云 我错了 你能不能别告诉她 江云 我求求你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别告诉她 算我求你了 你杀了我 杀了我好不好 我求你啊 你杀了我好不好 我摇摇头 慢慢拨通沈如烟的电话 这些天 沈如烟每天不落地 给梁轩打电话 她大概急疯了 这么久都联系 不上她的白月光 再接到我的电话 她开口第一句便是质问 江云 我问你梁轩呢 她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 你把她怎么样了 你说话呀 你有怨有仇都抱在我身上 是我害得妈死的 是我 都是我的问题 想来也真挺可笑的 柳如烟一向眼高 她哪里肯对我服软 但在面对梁轩的时候 所有的原则都可以崩塌 她只是一个爱着自己男人的小女孩 梁轩躺在我身侧 一字不落地听着这些 整个人抖得越来越厉害 她终于张了张口 想要放声嘶喊 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发不出一丝声音 不要 不要 梁轩做着口型 满眼恳切 模样凄惨的 很难让人不为之动容 所以我笑着开口 来基地一趟吧 柳如烟 我们之间得有个了断 酸雨刚刚好转的那几天 组织给基地家属都发了衣服 让他们来慰问自己的亲人 除了我 所有人的家人欢聚一堂 他们的妻子为他们制了衣服 做了饭 没结婚的年轻小孩 大多数是父母来看 家庭幸福的 便是抱着小孩子 纵享天伦之乐 和家欢乐的场景下 我显得格格不入 我爸走得早 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我连能思念她的寄托都没有 她走得太突然 悄然无息 陪伴我的也只不过是那个怀表 怀表的背面是我们三人的全家福 我妈死的时候 她大概是怪我的吧 要不是我识人不清 又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那件衣服送到我家的时候 柳如烟还是穿了 她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家当低价变卖 换成钱和各种营养品送到良辰家里 她扶小做低 当他们全家的免费保姆 擦地 洗衣 做饭 我不舍得让她做的事情 她一个都不落地为人家当牛做马 好在 一切都快要结束了 柳如烟匆忙赶到 连日的折磨让她在屋之前一点漂亮样子 整个人像老了十岁一样 她见良辰奄奄一息 也知我现在的地位 她站立地发出如动物般的悲鸣 可我不曾忽略她 星红眼里不加掩饰的 尖锐浓重的恨意 江云 你放过她吧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放过她 我们就不离婚 我给你生的孩子好不好 你不是说你最爱我了吗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放过她 我们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们还好好过日子 柳如烟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连站都站不稳 双手并用地爬过来 拽着我的裤腿 江云 你放过她吧 她救过我 你不能这么对我的救命恩人 是吗 我冷笑一声 将屏幕打开 梁轩发出几声意味不明的哼叫 她还在做着无谓的挣扎 随着视频的播放 她竟两眼一黑晕过去 早在三天前 我就查到了当年那几个 试图欺辱柳如烟的人 和她的关系 原来都是她用钱鼓动的 梁轩还说 要是失败了 就把柳如烟送给他们几个人 尝尝滋味 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其中一个人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做 梁轩眼里一片阴翼 她只回答她嫉妒柳如烟 为什么她柳如烟家庭幸福 学习好 长相好 还有人爱这样的天之娇女 就该被她毁了 她享受着柳如烟对她的关心 获得被人当作救世主的快感 一切的一切 都是她算计好的 真相的残忍程度 令人瞠目结舌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 看了好几遍 在确定这视频 没有一点缝合性 她一巴掌打在梁轩脸上 为什么 为什么 柳如烟自自欺许 梁轩 我那么相信你 我那么爱你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要毁了我啊 她眼底像脆了毒 盯着梁轩的脸 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 却在面对我的一瞬间 畏畏缩缩 柳如烟 我没功夫看你在这表演 家园正在重新修缮 等民政局重新开 我们马上就去离婚 不要 不要江云 我们本该有一个 很好的结局的 我们不该是这样的 江云 你忘了我们之前的 海誓山盟吗 你不能这样对我 都怪你 都怪你 她轮动右臂 看见我台子上的酸雨 向她猛地倒入 出手又快又狠 不加一丝迟疑 梁轩面容苍白 胸口剧烈起伏 她猛地扣住自己的嗓子 弹起来 呕出一口鲜血 柳如烟 我平静地叫她 声音不加一丝起伏 无喜无悲 也许人在经历生死后 真的会大彻大悟 你会和一个杀了你妈的凶手 在一起吗 末世里 你担心的从不是我的生死 你只会担心良辰 没吃上一口饭菜 既然如此 你做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不如陪她一起去了 给我留个亲近柳如烟 缓缓松开了手 她手腕上 被酸语剑的皮肉翻起 猙獰恐怖 她似乎已经傻了 呆愣愣地不会说话 只是看着我 带着无尽的眷恋和深情 江云 我错了 我是真的知道错了 太难难道 可是 太晚了 如果在失去之后才能认清 那不叫爱 那叫后悔 柳如烟在无数次的 二选役里面选了良辰 如今 她说她选错了 可若是 她从一开始就珍惜我 又怎会出现第二者的选项 江云 你怨我也是应该的 这辈子我对不住你 我也没能像寻常妻子那样 保护你 替你分担 要是有机会的话 下辈子你能不能 不能 我摇摇头 能遇到你一事 你是我三倍不幸 柳如烟 再见我转身 也听见她几乎崩溃的哭喊 她压着嗓子哭 反反复复 好似就会那两句话 原谅我 原谅我 我知道她存了死质 她一向如温式的花朵 在面临这种打击 也只能一死逃避 大概又是三天 助理说 梁轩全身溃赖而死 柳如烟则拿了 所有之前流氧的酸雨 倒在池子里 趁着夜色跳下去 现在连骨头渣都捞不上来 江老师 他给您留下一封信 您要看吧 夏日午后 阳光正足 明亮的阳光晃在大地上 刺的人眼睛发疼 兴致被我接过来 也随手扔在焚烧池里 我突然想起来触见她时 她懵懵懂懂 像一只漂亮单纯的羔羊 算了 都过去了 三个月后 一切恢复了正轨 我个人资料纳兰 也从已婚变成了丧偶 鉴于这次我的贡献突出 何况我也有心请辞 组织公开了我的姓名照片 不少城镇专门给我立了雕塑 菱形那天 大家自发地送别我 也是发自内心地祝贺我 鲜花落在我的肩头 孩子们说我是他们的榜样 这是属于我的心声 我握着手里的怀表 深呼了一口气 妈妈 你若在天有灵 会原谅我吗 全文完